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20世纪90年代初 沙漠依然在以每年5到10米的速度向县城逼近 23岁的帕提鼓励中专毕业后 在父亲的鼓励下放弃了别人眼中干净舒适的办公室 选择了与沙漠为伴的制杀战 成为浅墨县第一批女制杀员 当时我爸的意思是年轻需要锻炼 而且他之前是历史老师 他就说是前面曾经有过沙漠被迫人类搬迁的这样一个历史 所以觉得他这个防沙制杀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认为 在沙漠中能欣赏到大漠孤烟值长河落日圆的壮丽 也能感受到大漠沙如雪 烟山月四沟的唯美 然而到了制杀战后 帕提鼓励才发现实际情况与想象中的差别很大 我们看电影看电视什么沙漠藏宝呀 寻宝呀 那样子我就觉得沙漠就是感觉特别神秘那种 我想的肯定 我也是背着大包小包的仪器 在那里面穿梭肯定特别好 结果现实很残酷 给我的不是那个各种的仪器 而是给我的是一把镰刀和一把铁锹 干吧 就在沙漠里干体力活 然后就开始割芦苇呀 植树呀 拉烹灌呀 工作不仅不像想象中的有趣 反而十分辛苦 他们经常要一手拿着铁仙 一手提着苗木 捕种植物进行固杀 一天下来 要在沙漠中徒步走三四十多公里 沙漠气候恶劣多变 春季强沙城暴多发 空气里的成土让人很难呼吸 沙力打在脸上犹如针扎 特别是夏天 沙漠里的地表温度高达六十摄氏度 烫得站不住脚 长时间的风吹日晒 用各种化妆品都遮不住帕提鼓力又黑的皮肤 她的内心开始动摇了 我说爸 我不行 我不干了 我说我受不了 我爸就没事干 什么工作都是前面难以后 随着这个发展 肯定就是机械代替人类呀 你这个工作就会越来越好 在帕提鼓力参加工作十个月之后 父母突然相继离世 父亲走了 但他的遗言却一直记在帕提鼓力心里 每当迷茫的时候 帕提鼓力就会想起父亲离开时 拉着他的手对他说 一定要将防风制杀的事业继续下去 保卫好自己的家园 我一直在干这项工作就说明我用这个完成他的心愿来表达我的一份孝心 那所以就后面就坚持下来了 没想到一坚持就坚持了16年 自己也是 边摸索 边制杀 沙漠中出现了小片绿洲 看着眼前这片通往沙漠深处的绿洲灵带 帕提鼓力看到了希望 也更加坚定了防风固杀的决心 帕提鼓力说 沙漠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 对他来说 这些苗木就像孩子一样 把管道的时候我们就是人工铺设 那时候没有机械 全部都是徒步把它就是背上 要不然就把管子绑到腰上爬那个高坡的时候 我们就那时候特别累 然后一天要来回徒步走多少公里 哎哟到最后累的不行 管子往那一甩 哎哟我是什么命啊 我怎么选择这样的工作呀 就那样子抱怨上一会发一会牢骚累了 好了 谢够了又起来又继续干 如今经过几代制杀人都努力 且莫陷超过150万人次参与制杀防杀 奇迹终于出现 被漫漫黄沙覆盖的车尔城河东岸 渐渐形成一条长20多公里 宽1到7公里的防护灵带 12.5万亩流动沙丘披上绿装 烈日炎炎滚滚黄沙 少女在黄沙中度过了最美丽的年月 粗糙了娇美的面容 却和制杀人们在沙漠中 植出一片亮丽的绿色 帕提鼓励说 她相信只要制杀工作一代代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沙漠不再荒凉 她相信用中国的制杀经验 地球上那些贫瘠的角落 都会焕发生机 染绿成灵 我最喜欢洪流 环境这么恶劣 但是她开的话还是依然那么的美